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可以看出 陶三母亲拥有的百银草武魂和他父亲唐浩所拥有的浩天锤并至极为相近 而当初 他父亲唐浩是少年天才 能与他相爱的女子肯定不是一般女子 经过读了我的分析 陶三得知了母亲非凡的实力 玩儿更好奇母亲绅士 也想亲自去武魂店查找这份绝命文件 了解自己的少生武魂 会不会是魂骨 对于魂师来说 最珍贵的东西无疑就是魂环和魂骨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